新北永和在昨天傍晚5点左右发生了一起闯红灯引发的车祸事故 当时75岁的老翁开车载着妻子却违规闯红灯 准备要左转进入巷道的时候 刚好这被对象执行的公车给撞上 汽车当场失控旋转又撞进了家居行的骑楼 还波及到了骑脚踏车经过的高中生 总共造成有三个人受伤送医 那么公车上头的乘客是都没有受伤 那公司也紧急调派了另外一辆公车来运送 至于确切的肇事原因 现在有待警方调查理清